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吹袭台湾的风暴山陀尔已经减弱为低气压 风暴吹袭期间造成至少两个人死 667人受伤仍然有一个人失踪 高雄在风暴中受重创 山陀尔吹袭期间 这间便利店三个员工扶着玻璃门 试图以肉身去挡风 但无奈店铺里面就好像爆炸一样 除了玻璃大门爆开 三个人也被吹走 店内大部分货品也吹至四散 山陀尔星期四在高雄小港登陆 之后因为触碰到山漠 在星期五清晨消散并减弱为低气压 高雄市早上天气明显好转 不过更加明显见到山陀尔留下的痕迹 这间餐厅里面大部分设施被吹到身外 招牌和玻璃存位好像废墟一样 这间餐厅的二楼案场整幅被掀开 清晰见到内部情况 整排铁皮屋倒塌 铁皮和大型广告牌 押位多架拍在露天停车场的车 工人和居民陆续清理雜物 高雄市和平东远连续第四日停工停泊 当局解释是考虑到市面未恢复 和确保民众安全 高雄市政府说争取三日之内恢复使用 其余20个院士恢复上工上学 不过受山陀仪的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等地落大雨 新北市曼里区全日大雨不断 溪水暴涨而且水流很急 溪水涌上路面 有民众被困在车上 消防要出动橡皮艇救援 基隆绿德78年以来最大累积雨量 多地出现山泥倾射 市民出去上工都不容易 部分地方水浸 学生在上学的路上都陷得非常狼狈 宜兰同样落大雨 气象部门说台北市、新北市等地 仍然有可能落暴雨 呼吁市民要远离山区 中国探阅工程常乐6号 成功采回的月背土药 研究结果陆续出路 为探索月球提供了新线索 游学者认为 未来中国会在人类探索太空上 扮演重要角色 住北京记者叶子华去了解过 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人员测试月球土药的黏度 先将土药倒入沙漏 再拿开塞住沙漏口的胶片 看看土药会不会跌下来 又尝试用玻璃棚推出土药 用摄影镜头记录土药跌下来的速度 也都可以将土药放在这个位置 通过激光加热 释放月球样品的气体 做测量研究 在人航天工程上河6号 6月完成人类首次由月球背面的采样任务 带回来1935.3克月背土药 并与国际分享 最新研究显示 月背土药的玻璃成分 比月球正面的土药多 估计是撞击形成 你可以把月球理解成是一个镜子 你通过看月球你就知道 地球这个环境实际上 还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安全 这个撞击事件很可能有一定的随机性 撞到地球可能那次灾难 没有影响到月球或者火星 做实验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月亮受到地球的水分 氧气和灰尘污染 所以要在这种超正实验室 有时更加会用到后面的这个箱 里面是氮气 可以做到接近无水和无氧的环境 有航天学者认为 上海6号成功发射 显示中国深空探测技术 由以前跟跑世界先进水平国家 变成现在和他们并跑 未来会在月球建立国际科研站 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的航天可以说是从零起步 那么发展了许多新技术 高技术 不断的攻坚克难自主研发 未来呢 我们中国也会像世界上的其他大国一样 在地月系统内完成更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么帮助人类通过月球 走出地月系统 走向更深的升空 他说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将航天技术 和科研成果转化 并带动其他领域和产业发展 无线连事驻北京记者叶昭华报导 今个国庆假期来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 除了会去研满景点 也都开始发掘一些小众旅游景点 并且利用高铁穿梭不同的城市 这个旅行团一行14人 分别来自美国、澳洲等国家 他们由重庆到湖北宜昌游览长江三峡 团友夜晚又搭船夜游 央视报导 由于这个行情太受外国游客欢迎 引起本地年轻人注意 也都带动本地游客的生意 外国游客也都开始懂得搭高铁 穿梭不同的城市 包括最近先通车的川青铁路 由成都九寨沟最快过几钟就到 吸引更多游客前往 在海南三峡 亦都有外国游客来享受阳光与海滩 当地旅游业界计划 受惠于棉签政策等因素 当地外国客源由以往跟团为主 逐步转向自由行 内地近期对多个国家实施棉签 并推出多项措施便利外国游客 有旅游预计平台说 有超过一成外国游客 是今年第二次到中国旅行 而南京、江苏等地 亦都成为新进热门目的地 而在假期期间 安徽黄山有游客在景区的厕所 和餐厅过夜 网上的片段看到 多个游客坐在厕所的地上睡觉 景区又广播提醒游客 不要在厕所留宿 景区之后回应说 提醒游客先预订好住宿再出行 又说如果出现这些情况 出于人性化考虑 景区会提供基本服务 港珠澳大桥今年客流量 突破二千万人次 较去年大幅增长 截至今日凌晨 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出入入境的客流量 超过二千万人次 岸年增长超过八成六 亦都是大桥开通近六年来 客流量第一次突破二千万 数据显示 北上的港澳旅客 成为推动口岸客流 快速增长的群体 今年有超过一千二百万港澳旅客 经港口岸出入境 岸年多超过八成 占口岸客流量的六成 港澳单排车出入境数量 超过二百二十六万架次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说 为了确保出入境安全顺畅 会升级一站式系统提高通关效率 亦会加强与港澳的合作 有效疏度客流 这次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